天秘广播剧 今次收到封,你们有没有人要? 地产仔,今次有什么好东西? 是咯,立即开心分享吧 平时我只是炒开世价股 但最近的市场是窄窄的 所以我今次目标了蓝筹股 不像你,平时你不是很进取的吗? 那这个市场是贪婪还是恐惧? 鬼咩,最近有很多银煮盘 我想都是稳定点 哇,世界变了,你都会说稳定 那有什么蓝筹股很棒啊? 老老实实,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什么是蓝筹股? 我,我,我,我认识啊 话论你来回答他 咯,我? 蓝筹股就是恒指成分股? 喂,贝啊,别一尾点头啦 呃,是咯,这么有代表性 我们怎么会不会不懂啊? 喵 是的,是的 市值最大,又成交最活跃 做得蓝筹股 都证明在港股很有分量啊 我想都是啦 你看,那么多被动型的分 都会追踪着恒指相关成分股 他们持有特定数量的蓝筹股 不少散户都觉得蓝筹股比较稳定 哇 蓝筹股波幅没有一般股票那么大 加上市值大 沽空机构想沽空 都没那么容易啊 现在我要保守点 都会选回蓝筹股only 听起来有些道理啊 大概 风水佬骗你十年八年 我地产仔有内幕 立刻开心share啦 不同点的 但是 你都没说了 石五十只成分股 自己慢慢刨啦你 出名点的 腾讯控股 友邦保险 建设银行 港交所 中石友 不过要留意最新的成分股啊 阿里巴巴啦 小米啦 若名生物啦 都入了蓝筹啦 不过 有入肯定是有出的 有些昔日的明星股 近年都撕柴 拜拜了啦 你说利风啊嘛 想当年在恒指里面戚册风云 可惜啊 在互联网的冲击 业绩年年倒退 股价一落千丈 最后啊 还私有化退市啊 另一只 就是国泰航空 近年管理不善 燃油对冲 连年都蚀获金啊 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 折折下跌 搞到股价大插水 还要等政府打够啊 想想啦 有些蓝筹股都很稳振 看回汇丰啦 真是越买越抵卖 地处未算低啊 还要连派息都派不到啊 真可憐 你说完啦 不如你也是回去买楼吧 又是又是 你们有没有买楼的需要啊 今次我收到风 屯门有个新款 好像挺适合你们啊 每一个泡沫 都有一根针 再等着 当两者最终相遇 新一波的投资者 就会学到华尔街的一条古老教训 当投机看起来 轻而易举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 本故事纯属虚扣 如有类同 实属巧合 与实际人物 团体 组织及公司 一概无关